台股基金群益马拉松基金 投资台股放心交给最懂台股的群益投信 请播02-2706-9777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全世界牛秀吧 美利达的股价仍然是创了波段的新高了 巨大今天涨三块半 涨一趴 美利达涨了七块半 涨幅是2.24% 美利达已经完全填息了 巨大是八月底要除息 这个两个公司 巨大已经公布出来 今年上半年的EPS已经将近十块了 上半年就已经赚了将近一个股本 所以我常讲 涨时重视跌时重视 所以今天下跌一些之前是很强的股票 所以这个股市的道理 其实往往就是这样子 一旦市场出现比较负面的情绪 或者说出现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 资金它会流到一些特定的 相对有本质的一些 先前没有什么涨到的 这样的股票上去 其实你看到巨大美利达 他们其实从五月以来 大涨特涨的一个过程中 他们其实就是一个横盘的过程 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好 那我们今天 段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要请教段老师 今天有两大议题 第一个就是最近行政院在探讨 要发这个五倍券 继去年七月发这个三倍振兴券之后 今年看起来疫情更严重 所以要发这个五倍 五倍是什么 一千块钱去换五千块钱的这个钞票 对不对 等于说你可以拿到四千块 去年是一千块换三千 换三千块 是这样吗 就拿到两千块 所以今年是double 那经济部用这个数位振兴券 因为他有职本有数位 用数位振兴券去推估出来说 这个去年这个三倍券 整共预算五千五百多亿 总共达到了消费刺激效益 消费的整个整体效益 有一千亿 就是很大的一个效益 所以今年预估五倍券可以有两千亿 他是用这个数位券 因为他数位可以记录消费 资本就没有办法记录 马上被审计部打脸 审计部说你这个评估不够周延 为什么 因为你的数位券占整体的 这个三倍券只有7.8% 不到10%的一个比重 你不能距7.8%来推估全面 两部会我觉得讲的都有理 那到底五倍券 要怎么发现金 发券 还是说我们该怎么用 我们赶快来请教淡江大学 财务金融学系的段长文老师 段老师你好 木华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段老师去年三倍券 还是有人没有去领 当然我看那个媒体 还有人把那个旧的 那个三倍券全部秀出来 对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拿的三倍券 不好找领 连我在使用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个要去店家去买个东西 可能都要花上500或者是1000块钱 他不找零的啊 对啊 不找零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论点就在于说 他因为他不找零 所以你可以增加消费 你不能降低消费的意思啊 但是如果说要说有没有刺激到整个经济的成长率 我认为是每一个人都除非你自己有增加消费的习惯 也就是说你拿那个券 你觉得是否有没有增加消费 其实我们可以从GDP的算法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GDP的算法里面有一项是怎么样 也就是以转性支出是不能算在GDP里面 就政府的政府给老百姓的福利 对这种福利是不能算在GDP里面 所以只能说从消费的层面去刺激 对那消费层面去刺激的话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一项 也就是行为经济学里面 赛勒所主张的心理账户 最近有很多人提到一点也就是说所得高的人 他会替代效果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让一些原本要消费的 那他用那个比方说三倍券或是五倍券来去做消费 那穷人才不会有替代效果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所得高的会有替代效果 他们认为说他可能会去额外去买另外的东西 所以所得高的人他可能会另外再拿钱出来 我们想的所谓的替代效果 就是替代原来要消费的 对替代去原来 你原来假设你要 比方说这次要花 比如说拿三倍券去买一些卫生纸 洗衣粉 类似这种名声必需用品 叫做替代替代性消费 对对对 那为什么是有钱才会有这种替代性消费 而不是穷人 那他们认为说 他们可能认为说 这个所得高的人 可能会额外去想到说 我还有另外的钱 对 可能才会去买其他的东西这样 那这种替代效果的话 假设他的名声的一些消费过少的话 原本就过少的话 那么他可能就会拿一些 这个比方说三倍券或者是五倍券 去拿来去买他额外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有过度消费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 当然如果说依照我们之前所提到 比方说赛勒他指称的 每一个人在心中对金钱处理的方式 应该会有两个账户 一个是原始账户 一个就是你的心理账户 例如说我们之前有在节目上有提供 比方说奖金跟你原来的薪水 你拿到的奖金 你会随意乱花 还是你拿到薪水会随意乱花 应该是拿到奖金 大部分人都会随意乱花 那这个奖金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说 是不是这一次刚好拿到的三千块 或者是拿到的五千块 可能你就会去随意的乱花 这个是一个心理账户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心理账户的话 就不应该说人们拿到三倍券 或者是五倍券 假设改成用现金发放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他会拿去除去 不会啦 应该是不会啊 基本上我认为 不管你拿数位券或者实体券 还是说今天你是拿现金 都会拿去花掉啦 这个除去起来的可能性很少啦 因为也不是多大一笔钱嘛 不是十几万我存起来 可以去炒股干嘛的 三千块能干嘛 对不对 讲实在的五千块能干嘛 但是媒体 我今天看到一个媒体 他有讲到说某个院长 就是外部的不是学校的院长 他说美国发放的现金 有三分之一的是用于消费 另外的三分之二是拿去除去 美国 对啊 所以这个院长 我不知道这个院长是哪一个大院院长 这个院长真的经济学可以重修一下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这个话 1960年代的时候 那个Milton Friedman就讲出直升机撒钱的理论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种所谓的偶来偶然得来的钱叫做直升机撒钱嘛 就直升机从天上飞来丢下钞票 大家去抢抢到而认为说呢 这是意外横财 所以我拿去花掉嘛 因为我们都认为说这个直升机不会再来撒一次 可是美国发的钱 他是每个月给你paycheck 对啊 所以他不叫做直升机撒钱 他叫做固定付你薪水 对啊 老美政府固定付你薪水 而且当然他还会拿去炒股啊 因为我每个我这个月炒了股 我下个月还有啊 其实那个院长在后面 他还讲到说就经济学来讲 他还会提到经济学啊 说要把钱花掉才会有效果 其实这句话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你把钱拿去除去还是有效果 那不要说 除去起来只是延迟消费而已 对对 而且 其实货币四大理论就讲过了 除去就是延迟消费啊 其实如果说依照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说 高所得者啊 他替代效果会比较多 所以不应该发所谓的现金给他 或者是发 比方说要排付效果 只发给中低收入的 那如果说有替代效果存在的话 那么赛勒在2017年所提供 给我们的心理账户 那这样子可能他的那一桌 那一尊诺贝尔奖可能要被收回 为什么心理账户啊 心理账户是所有人如果拿到一笔奖金 你会你可能会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账户 而是不会放在原始的账户上面 所以这感觉就是不一样 赛勒跟那个Milton Friedman 他们的说法其实是完全一样的 对 这种就是一种所谓的直升机撒钱 那只是说三倍券五倍券 是类似直升机撒钱 不完全等同啊 如果各位想要知道直升机撒钱 你可以上谷歌去查一下 到底他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边不解释 因为他可能还更复杂的一个整个货币流程 是啊 但他是类似 那类似的直升机撒钱 我们都知道 这个非常时期才会有嘛 你不可能每个月都有这种后康嘛 你拿到这个钱 我当然是倾向花掉 不管是现金或是拿到实体券 是不是 我们当然是倾向花掉 除非你真的是 哇 其实穷到连学费都缴不出来了 孩子的学费都缴不出来 把全家人钱兜一兜拿去缴学费 这五千块也没有办法缴学费啊 一家四个人 一家四个人可以缴一个学生的学费 其实如果说有很多比方说像 官员都在害怕说 人们会把这个三千块或者是五千块 拿去做储蓄的用途的话 我刚好最近看到一篇paper 那这篇paper刚好讲到储蓄效果 储蓄不会说完全都不会增加我们的GDP 那这个paper的话 也是SSCI的paper 那他发表在一个财务实证上面 我简单说一下他的结论 他的结论是说 即使有少量的储蓄的话 那么可以让这些储蓄者 可以应付未来短暂的一个财务冲击 所以如果说这个疫情要持续下去的话 那是不是让这些低所得者可以让他部分的拿去储蓄 似乎可以抵挡掉未来有一些储蓄的一个财务缓冲的效果 其实有一些比方说美国也在鼓励储蓄的措施 其实美国在所谓的你在缴费的动作 缴锁的税的动作的时候 就跟我们一模一样 也就是你提供给他一个银行账户 那美国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透过银行去退税的话 那么美国的话 他要求你退税的账户之前要先储蓄一笔金额进来 他才会把钱退到你的储蓄账户 那这一篇研究的话 他也针对中低收入的做研究 也就是说对中低收入家庭来说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有退款一笔小钱的话 通常都会被视为意外的收入 这个小钱还是自己原来的钱 所以意外收入的话 收到这样的一笔钱 意味着家庭要做出一些所谓的消费 或者是储蓄的一些决策 所以他的认知里面 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储蓄效果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抵挡掉 未来有一些家庭 有一些财务的一些结局 好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议题要探讨 用爱点亮弱势孩子的希望之光 长期在花莲台东地区投入偏乡补救教学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 努力为孩子们找出能力的起点 从不会的地方交到会 陪伴引导孩子成为主动积极的学习者 邀请您支持爱机会补救教学计划 爱机会爱心码8989 详情请上爱机会 一堆人都在鼓吹 所以一定要发 发那个五倍券 因为他就帮书跟刚对出 政府有感恩宣传吗 那何不发4000块 比较快 对 对 对 因为有人在讲说那个 呃 很多人没有账户 那何不用那个 那什么 那个健保卡去那个电力槽上刷一下 其实你就发一张 每一个人发一个那个悠悠卡 然后里面给你存好5000块就好了 对啊 那就不是等于是数位券了吗 那他不是很容易追踪消费吗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要追踪啊 这个数位消费啊 其实根本不难啦 我是觉得啊 政府干脆啊 全民啊 每一个人发一张悠悠卡 或是一卡通嘛 里面就给你存好4000块嘛 那你就拿这张卡去 去买东西嘛 不是这样子吗 吃东西嘛 对不对 现在很少商家不能给你低的嘛 如果真的不能低 那也没办法 那你这个商家必须要数位化 因为你未来的整个消费 就是要数位化 所以你商家也要趁这一波来数位化 那你这样不是就可以省掉很多事情 你不用再硬券了 然后这个卡呢 这个成本也相对比券低嘛 对 一张悠悠卡的成本 这不是很简单的解决事情 我为什么行政院没有想到这一招呢 你就发每人一张悠悠卡 这个或是一卡通嘛 对不对 全台湾哪个save不能用啊 这个不是 哪一个全家不能用 哪一个全联不能用 大家都可以用啊 那你又不用那么麻烦呢 是啊 那你说啊 你发现金怕大家存起来 讲实在的 大疫情流行期间 美国人存了多少钱 是啊 美国人存了上兆美金 其实钱不多啦 其实如果说用不要用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赛勒的我们用2019年还记得那个贫穷经济学啊对穷而言的话你可能给他钱的话他会完全花光啊对所以如果是属于所谓的纾困那纾困的话纾困到中低收入所的以下者啊那基本上如果套用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那个议题贫穷经济学的话 其实他研究的所谓的贫穷人啊 其实他研究的所谓的穷人啊他一拿到现金的话基本上啊一定花掉的一定花掉的他怎么存起来他对对他他他他现在吃都没了还去晒干吗 对啊 还不太会讲不好意思 所以他一定是拿到钱马上把它花掉啊绝对是的天降干凌啊好啊政府得正啊发我4000块啊我赶快拿去花一花啊对啊 其实上一次那个啊那个经济学奖得主的话他研究到说穷人为什么啊存款啊都会非常非常稀少啊有人说五倍券是为了售创行业那你五倍券我们也同意五倍券如何售创行业售创行业你就要限制消费啊你要限制说这个五倍券只能用在餐饮住宿什么什么那他现在行政院也没有限制啊你还是拿可以去拿买手机买家电啊那这那我就不懂了手机跟家电公司呢叫做售创行业吗 其实如果限制行业的话那么进到大润发那你要怎么买啊如果你可以买的东西的话如果说要要补助哪个行业当然我们看到说政府要拿拿出一些行业比较低迷的或者是比较呃我们有网友在上面留言的说全年不能用悠悠卡你等着看如果宣布说呢大家发4000块悠悠卡的话你看全年是不是第一给你2000就给你搞搞出来他可以用悠悠卡绝对是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们他们为了吃这块 大饼他是一个一个晚上就给你变出来了没错对不对没错难道我还要配合你又有没有用悠悠卡所有商家都给你马上建立可以用悠悠卡了对啊不要去担心这些事情啦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贫穷人我们刚用了2017年的是呃随意任何一个人拿到奖金一定会全部花掉对那如果套用在穷人的一样的道理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奖得主的话也讨论到所谓的穷人你拿到钱一定是所谓的呃想要没这么苦闷的一些消费所以他会把钱全部花掉 好所以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基本上 大家各有见解我们都尊重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我们今天就这个有吗等一下段老师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对我我我跟段老师共同的看法我跟我跟这样聊下来我大概跟段老师的看法是一致第一个呢就是说不管你是用数位或是纸本或是呃发现金其他都有正他都有促进消费的效果啦你说啊发现金可以留下来大家存起来然后呢事实上美国大疫情期间 他也老百姓也存了上照不然现在怎么会有这个消费大爆发呢他就是延迟消费我那时候存起来我现在拿来花嘛所以你终究还是有振兴经济的效果而是等到疫情他觉得安全他就来花了所以没差哦所以说我觉得去争论到底要会不会存这个是没意义的哦那至于说如果你真的是振兴而不是纾困券哦我们要把他的那个名字搞清楚叫做振兴券的话如果你是振兴你就要针对特定行业对比如说我要 针对住宿餐饮这些受创最严重的行业而不是说你这个劝啊大家一家人四口集起来两万块我去买个冷气买个冰箱那这个我觉得振兴的意义就不大因为你没有你没有振兴到特定行业没错没错好啦不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讨论另外一个就是最近那个美国股票跟台股啊台股尤其是台股相对弱势啊那美国还好但是美国有一些疫苗股涨很多比如说莫德纳最近的股价 居然他的市值超过了默克药厂哇这个大家觉得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呃我看有这个华尔街投行就说这个太离谱了这个真的是市值高估所以那个莫德纳的股价就跌了6%嘛是哦那好那段老师从这些疫苗股我们怎么看美股还能不能投呢其实如果我们从疫苗股去看的话我今天看到莫德纳在周一的时候啊哦他又暴涨了17%啊所以这个市值又超过啊 这个默克药厂啊那当然这个我刚刚看的一个理论价格也就是说莫德纳现在是400多块啊那他的理论价格是在超他的真实价格现在超超越他的理论价格是百分之1000啊百分之1000啊那另外一档啊啊Novavax啊他是超过他的理论价格是百分之百也就是说多了一倍的价格哦所以疫苗股都涨了 对疫苗股都涨了非常多尤其是什么德纳这一档哦所以因此啊那个小摩去做了一个调查哦他调查什么这两档股票啊是生计股中啊最被人家看好可以放空的个股哈哈哈哈哈哈对所以不是买多是放空对放空啊哦所以大家大家小心啊哦那当然整个幅度来看的话哦那那个Novavax的话 他整个涨幅整个去年涨幅啊百分之2700啊这个太超过了所以这个负责这个这个比比那个阳明昌龙涨的还多了那这样的涨势哦基本上很多美国的分析师都已经觉得说已经过头了哦所以近期很多散户啊都在讨论说要不要做空这两档哦尤其是一些避险基金也觉得有利可图哦所以大家可能要觉得说像这种涨 很多的股票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形成泡沫哦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分析的调查机构啊呃这个去年有放空莫德纳他投资总共损失了21.4亿那另外一档做空啊Novavax啊损失了8.3亿啊被嘎空嘛他今年会不会想要再赚一笔回来绝对是啊所以莫德纳这个认识看空生计股的一个投资首选啊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说除了这种呃被人家放空的一些标的以外啊我们来看说最近啊有呃人家在讲说四大资产泡沫预警的哪四大啊这四大的话是所谓的这个呃科技股还有迷因股迷因股就是在网络上讨论非常多的这种股票啊Ready啊这些上面讨论对对对那再来就是比特币那第四个那就是债券市场 那我们看一下最近啊资金流向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这个图表啊那这个图表是啊这个全球资金流向表啊大家可以看到说深蓝色的是这一季的浅蓝色的是上一季的我们可以看到流向哪里债券那债券市场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从债券里面哎流流到什么地方去啊哎结果是流到负 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负卖回交易嗯所谓的负卖回交易是什么呢就银行要把钱存回央行的是不是是也就是紧缩的意思啊就简单来说就是紧缩烂头寸太多了嘛烂头寸太多了所以他用那个很低很低的利率把它存回到联准会去吗对那问题是十几年来我们都认为说这个工具的话基本上是在调节流动性但是十年来 有很多的分析师是认为这个负卖回交易跟负买回交易似乎好像是在遥控费得的短期利率了所以如果是在遥控费得的短期利率似乎费得有一点倾向要调高短期的利率的倾向我们可以从这张表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好那台湾为什么跌得这么惨我们来看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是依照资金流向它流进哪个国家最多了大家有没有看到台湾跟韩国都是负的最近资金在撤离亚洲吗对都在撤离哦那除了中国大家有没有看到中国蓝色那条曲线是第二季的是增加的好那我们前几周也提到香港的股市跟中国股市为什么在下为什么在跌幅非常大尤其是香港的 其实香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118它还是增加的反而啊我看了一些资料啊为什么香港股市会跌啊是北水也就是北京跟上海这两个大陆的资金回撤的还有外资也撤出外资没有撤出哦那我们看到那个香港部分的话是是增加的第二季是流进的哦那我们看到韩国跟台湾基本上都是负的啊 嗯哦基本上都负的哦所以基资金在跑啊大家要小心啊好那大家很关心的就是说未来你要去看的是哪一种股票哦那这种股票的话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哦呃成长股已经涨了一波了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哦这个蓝色的这张图形蓝色的部分是价值股红色的是成长股反而2021年啊这个价值股啊 它的资金流进去的一个比重啊是反转增加的非常多啊所以资金流到价值型股票去对对对对资金啊最近啊都流到价值型股票了大老师我们做个结论所以您觉得就是说美国这些尖牙股科技股要小心要小心成长型股票对对对尤其在网络论坛上面啊时常被讨论的那我们台湾也不妨多让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台湾也要小心啊最近中小型电子股跌得很凶啊 对啊但是如果说你如果上网去找比方说民营股台湾就可以看到很多媒体啊嗯也把台湾的一些股票啊归类为民营股民营股是哪些电竞健康受生宠物哦还有一些把电竞相关的个股全部劣势下来例如说微星宏基技家华硕資深这些他们把归类为民营股啊这个当然是网络上面的归类不见得一定是对的啦 提供给大家参考不过确实最近这个中小型股票啊包括美国的科技股确实是比较弱势是好那也值得我们注意说资金的流动啊是不是从呃这些成长型的股票了哈这个中小型的股票流到一些价值型的股票里面去我们看到今天像中刚涨啊然后呢连变涨其实就有严重味道对好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谢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个小时回到节目现场 该写水岸高度与大值豪宅同步